首先呢我們來看看今天大家手上拿到的東西 那老師你手上剛剛呢有一袋對不對 這個一袋 那這一袋裡面呢就包括了我們的開發板 你可以把它打開看一下 開發板 那開發板上面都有編號 這個編號 那老師麻煩你檢查一下 就是這個編號跟盒子裡面的 跟盒子裡面開發板的後面 理論上來講應該這個號碼是一樣的 你可以先確認一下 看看我有沒有裝錯了 先確認這個設備好不OK 那等一下呢我們會去 帶大家去看一下就是那個設備的號碼在哪裡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這個袋子裡面呢 還有一條USB的電源線 短的 因為我們用筆記型電腦比較沒關係 但是 待會兒呢如果我們再用這個Webduno設備的時候 有一些舊的筆電 尤其是那個USB2.0的 也許會有出現就是那種電壓比較不足的 所以建議老師如果說你要用的話 你可以看看你的筆電有沒有支援3.0的 這樣子電壓通常比較不會不夠 或者是您直接用行動電源也可以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再來一個麵包板 那應該都是白色的 好然後呢 還有一個鋒鳴器 圓圓的 一顆鋒鳴器 再來 我們 我們的縣 公公的 公公的有一條10條 那麼 還有兩條是公母的 那這個很會不夠了 可能就是如果說萬一有不夠的 我們等一下我們這邊前面還有 好就我都會有多買 十條公公還有兩條公公母的 再來 我們有一顆LED點矩陣 好然後呢 還有一個180度的四波馬達 它是一包齁 裡面就是有馬達還有他級別的配件 OK 然後呢 再來還有一個 溫濕度 DHC11 溫濕度的感色器 最後還有一顆LED燈 可能是紅色的可能是黃色的 我沒有買綠色的 想說顏色太多了 會有點難分配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 就是 電子零件的部分 那麼 另外剛剛老師還有另外拿到這個 有沒有 這是四波馬達底座 其實我裡面有兩個版本 除了顏色不一樣的話 有兩個版本 大部分是像這個版本一樣 就是固定的 那其實我有一個版本 是這個可以拆開的 也就是說 因為 有些老師可能要放在左邊 就是開門開在左邊 有些人開在右邊 那所以我這個就可以拆開 這個旁邊拆開 你就可以裝過來這裡 所以我裡面好像有三個 還是四個是 可以拆開的 等一下要找找看 那另外呢 開發版的那個底座 有兩個版本 看老師選哪一個 你可以選 這個是Virgin 2 這個是第一版 這是第二版 那哪一個都OK啦 其實都沒有關係 因為第一版的 也不錯 只是比較厚 所以 麵包版放這裡 開發版放這裡 那如果是第二版的 是像這樣 就是兩個 解圖在一起 所以稍微比較小一點 因為我當初就想說 這個比較大吧 再做小一點這樣子 第三版 不是在醞釀嗎 哈哈哈哈 反正 就是要給他設計看看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 各位現在拿到的 那當然我們還有 待會兒 我們早上的話 會先把房子做好 所以早上DIY的部分 我有準備 一些彩票在前面 好等一下會發給大家 那請問 這樣子 呃 您的設備有沒有缺 都OK 好好好 簽名蓋章 哈哈哈哈 可惡 對